好另外呢玉里镇公所是结合了玉里天主堂 玉里教会的教友学员大约有50人 以报家音方式共同来为玉里镇这块土地来祈福 玉里分局长呢就悄悄的变装成耶诞老人 领着礼物带到门口迎接教友 一起来分享耶诞的喜悦 日本局长打扮成耶诞老公公迎接来到分局报家音的小朋友跟民众 在每一位朋友欢乐歌声当中空气顿时充满愉悦的气氛 弥漫着温馨感人气息 分局长也发送爱心糖果给每一位前来的朋友 他说我们我们是我们也是老的小朋友 我们有小孩子那种热 这些玉里镇公所结合玉里天主堂 玉里教会教友学员大约有50人办理的报家音 共同来为玉里镇这块土地祈福 玉里芬局长温基辛更是悄悄变装 以鲜红的服饰配上浓密的白色胡须更拎着礼物带 率领各组队的同仁来到门口迎接这群贵宾朋友 在这温馨的节庆前夕看似我们严肃的分局衙门 弥漫了温馨感人的气息 最后临走的时候 本人也发送了一些爱心糖果给每位朋友 祝福他们吃下这颗糖能够幸福极其兰 报家音是教会组织由信徒自发信的拿诗歌前往挨家挨户来唱诗歌 祷告祝福 许多教会的朋友更会装扮成耶诞老人或是在这圣诞帽来参与 结束前分享糖果、饼干给彼此完成这项活动 玉里芬在圣诞节前夕感受到满满的夜诞气氛 记者高双双玉里芬采访报道